十大金国囧英雄之李宇春 曾经在超女争霸中脱颖而出的李宇春歌以出众 受到众多观众的喜爱 由于嗓音柔中带刚又是女中英 被众多网友亲切的称为春歌 唱而优则演 有了人气唱歌又好听 为什么不试试演戏呢 这不机会来了 大片金国囧英雄之李宇春 十月围城中的风红 就是春歌本人亲情出演的 也许是因为被网友叫了好多年的春歌 被叫烦了 要不展示一下春爷们的拳脚 大伙还不知道春歌的厉害 这么一个从服装和嗓音杀都分不出男女的角色 被春歌演绎的活灵活现 动情之处还彰显悲壮 十月围城大获成功 与春歌的加盟是脱不开关系的 同时也圆了 林玉春多年来的 纯爷们之梦 他们快到了 他们快到了 也是 爹 透心 然而 似了 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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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别跑 爹 女儿不笑 十大金国炯英雄之李宇春 设计影片十月围城 雷人必杀起 首次触电展示春歌纯爷妈的一面 雄之术四星半